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th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当妇女们说 他们看到了空佛墓时 他们为什么不被相信呢 你好 今天中国马达德国圣经 将去因路教福音人 第24章1-12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醒来念一下 七日的头一日 冥冥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 来到坟墓前 看下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站在猜疑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将连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说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一切事告诉 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特拉的玛利亚和 约亚拿并亚哥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起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虎言 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 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见戏马步 独在一处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 所成的事 那么耶稣现在已经是死了 他与周五的下午三点左右去世 与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时间相同的 安息日已经过去了 一周的第一天已经到来 那么一周的第一天 指的是我们称为星期日的那一天 如果你去翻看 几乎所有人的星期日 即使我们是把它称为是周末的最后一天 它仍然占据每一周的第一天的 本章中告诉我们的是 关于耶稣的复活 那么今天有很多关于复活的争论 比如它是否发生了 它意味着什么 也有华语论者 声称关于耶稣的复活 充满了矛盾 这使得这个故事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 第三次学习到耶稣的复活 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所说的 我们将在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 协调对复活的各种的描述 所以在本章我们要做的只是看 遮住坟墓的那一块大石头 并要想办法移动它 但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 他们发现坟墓打开了 耶稣的尸体也不见了 这当然会让他们感到困惑 因为耶稣的身体去哪里了 是不是被偷了或者是被搬走了 那么当他们困惑地站在那里的时候 看到两个穿着散烂衣服的人站在他们身边 这肯定也会让任何人都大吃一惊的 这些妇女们就害怕地复复在地上 但这两个人问他们说 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找活呢 因为耶稣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当然当凭这句话也不能证明什么 所以他们就引用了耶稣在加利利告诉他们的话语 比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二十一节 当时他告诉他们他会死在有罪的人手中 但第三天将复活 正是耶稣的这个预言也绊倒了许多人 因为如果我们计算日子的方式是正确的 那么耶稣最多只是死亡的大约是四十个小时 这当然比字面上的三天七十二个小时要短得多 而且他们说耶稣会死三天两夜 而不是三天三夜 这就是为什么也有能试图将耶稣的死 移到了星期四的下午 由于逾越节的缘故 使得星期五成为一个特殊的安息日 那么在真正的安息日之外又加上了一个 那么这些妇女们是在星期日来到坟墓的 将耶稣的死的时间移到星期四下午 可以让耶稣大约死去六十五个小时左右 当然也更接近七十二个小时 但是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耶稣会死四天的时间 他在周四死去 那么周五周六存天以及周六的部分时间 之后才复活 所以总共应该是四天三夜 因此事实上 注意到耶稣并不是在谈论字面上的三个白天和黑夜 而是使用包含三天部分的表达的方式 我们在学习马太福音时注意到 华利塞人知道耶稣的意思 这就是他们要派卫兵站岗的原因 就连这两个穿白衣服的人也清楚地表明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耶稣教导他在第三天会复活的意思 耶稣在星期五下午死去 星期天的一大早复活了 正如他所教导的那样 直到耶稣已经复活的妇女们 及摩托他的玛利亚 约亚拿 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其他一些人 继续告诉使徒们 难得他们不被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使徒们认为他们是胡言 是的 妇女们所讲的故事很奇妙 但是使徒们听到的 耶稣的教导与妇女们所说的其实是一样 他们本应该要相信的 但他们没有 彼得虽然跑到坟墓前去查看 他发现了 星马步独自在那里 但没有尸体 他离开的时候 有惊叹可能所发生的事情的 今天我们的学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期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